當你遇到真空罐打不開時怎麼辦? 最近網路超熱賣的飛魚卵X豆醬 給它吃起來啦 先來開動一下 大家好,我是最喜愛的鳳梅大叔阿宏 今天要來教大家來看這個 真空罐 各位網友千萬不要生氣 因為它這個真空罐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食物接觸外面的空氣 它很容易去變質 一般正常的話,真空上蓋 然後最後會做一個高溫的殺菌 才會造成說這個罐子非常的難開 問題總是有解決的方法 第一招 底部拍打法 你只要把它反過來 把它拍拍拍拍拍 打到屁股 氣體二氧化碳就會往上衝 那時候你就可以 哇!有沒有!都打開了 第二招 家裡面都會有什麼? 欸!會有這個 保鮮膜 然後另外一個 第二張保鮮膜 我們把它用在蓋子上面 欸!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 欸! 欸!喔! 這樣就打開了 第三招 拿一支湯匙或是筷子 有沒有!縫縫出 直接把它 稍微把 讓空氣有跑進去 我剛才有看到它的空氣跑進去 欸!它就會變得 哇!這就很好開了喔 可以用以上這三種方法 非常容易去打開一下它這種 真空管 阿虹有教你三招 包你真空管 絕對開! 沒有在跟它客氣的 哇! 你看 太讚了 太讚了 好!結束了 結束了 我們結束了 拍照結束 下次見 拜拜 好!